崔勇怡炮红冯小刚水对水错!张国立微博引起网友热议 5月的娱乐圈热闹非常,这期中崔勇怡园就贡献了一份力量,他在月底的时候连发的几条微博震动了一路持瓜群众,大家纷纷开启了看戏模式。 而这几天的战争更加升级,前友刘振云通过媒体表达不满,称崔勇怡园不应该将私人情绪发泄到无辜的人身上,此前崔勇怡园曾转发一个文章并公然嘲讽刘振云女儿,这个举动也让很多网友批评认为实在太不恰当。 而范冰冰这边也不是若第一时间进行了犯击,本以为这件事情可以慢慢平息,不过随着崔勇怡园接受采访,刘振云表示不满,很多网友表示这个瓜是要撑死人的节奏啊。 几个大佬之间一来一去的明争暗斗让人看得云里雾里,到底谁对谁错。 目前为止冯小刚对这件事还未发生,但是由网友留意到,早在5月10日手机2宣传期间,作为导演的冯小刚就在微博上发了一条颇有深意的文章,并且删除了这部电影的主创合照,配文内容也颇具深意,科技在改变,而人性的弱点却一直不变。 如果解读出来是不是在内涵谁呢? 而作为第一部的主创,张国立也是第一时间转发,并且只有简单的几个字,做人要厚道。 这是什么意思呢?很多网友表示宣传电影的话不应该用这样内涵的词语,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。 虽然那时候崔永远还没有在明面上炮轰剧组,但根据知情人透露,这个阶段他已经跟剧组的工作人员沟通过这个想法了。 小崔沟通的这个人就是刘振云,因为早在这部电影第一部取得成功的时候,很多观众就发现里面的主持人跟当红主持崔永远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 被电影形象化这件事情本来没什么,不过戏中的主持人却有桃色新闻,这对崔永远来说是难以接受的。 不过跟刘振云沟通无果之后他并没有其他举动。 而5月中寻张国立转发的这则微博在现在的群众看来时间是对上了,那时候剧中的主创一定针对这个问题私底下探讨过,所以才出现了这么有深意的互动。 对此网友们也有不同的解读,或许张国立是在提醒冯小刚要低调形势,还是说当时的张国立已经知道了崔永远的动机所以纯粹站队,不管真相如何,在骂战升级到今天的时候他没有再站出来发声,毕竟小崔没有将矛头对准他。 希望同时圈内人的这些大佬私下能够好好沟通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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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